眼泪女王大结局 最神秘人物登场 而且海人也并没有失忆 这一切都是贤佑的安排 原来 其实贤佑早就从医生那里得知 这次手术不会失忆 但是为了防止 狗再俊得知真相后 又会来破坏这件好事 于是他谁也没说 甚至就连海人都蒙在了鼓里 可就在一切顺利之时 贤佑忽然从公司内部得知了 社长离奇死亡 狗再俊忽然离开韩国的消息 贤佑立刻察觉到 这一切都是冲着自己来了 于是 经过短暂的思考 他决定将计就计 趁着狗再俊离开了韩国 一次性地解决掉他 帮海人拿回女王集团 就这样 贤佑在手术的前夜 把所有真相和自己计划 全都告诉了海人 为了他的安全 他一定要假装失忆 并且不管手术后听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他都不要担心 只用等待自己来接他就好 因为他已经请了 一位狗再俊的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一定会 帮我们除掉再俊的 啊 억确 这些甜蜜的说法都忘了 果然 一切都如贤佑所料 当和道俊看到再俊的资料时 他瞬间炸了 看着这个当年勾引自己老婆 把他的最爱严真 迫害入狱的狗东西 不仅还活着 竟然还在破坏别人家庭 何道俊决定这次 一定要为名除害 就这样 当狗在俊正得意的 被自己又破坏掉了一个家庭 开心之时 他还不知道 他的死期来了 他还不知道 就这样 随着一声嘶吼 一代渣男最终还是 没能逃过历史的审判 死在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地方 而此时的贤佑 也靠着自己的善良和睿智 不仅帮海人家族 夺回了属于他们的一切 更是为自己和海人的这段恋情 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奥利给啊 千字的青丝也断不了 百转牵着他将我围绕 你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春风在每夜 鼻鼓上一的笑 被见过你的人 不会没了 好 好 感谢观看